啊 是不是真的可以的? 畫面偏藍喔 有人說上一集那個 上一集啊? 這麼緊張啊? 大家好啊 我還沒見到我自己 我也不知道你是否在這 所以你給我一點時間 幾秒鐘 Let me see myself 是不是真的啊 肥仔 蛤? 置了頂 OK 有沒有人在這 要來啊 來來來 我剛剛才做完事就是叫做 等一會 前後腳那隻 OK 哪有置到頂啊? 小肥仔騙我 我已經知道了 咦 是的 真的 看到Auntie Jerry了 等一會 嘗試打開那盞燈過來 我先坐下看 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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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那盞燈 我還沒見到 延遲嘛 有時間燈 我還在看著螢幕 行了 你可以關掉那盞燈的 就算是 上集裡用了那盞燈好像還可以 一下就可以了 豬仔 行了 OK 你幹嘛睡在媽媽的瑜伽袋裡 哼 沒有孩子 你睡袋袋 OK 大家好 現在就 好了 齊頭50個人 那... 咦 這麼多評論 怎麼有人這麼厲害 留意到它是橙色唇膏 好厲害 來 笑什麼 我被人擔憂 說我的節目做得太長 所以我決定從現在開始 無敵濃縮版 最好做三個字 或者是半個小時就做完 我想肥仔聽到這裡已經抹大了口 好像很開心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做法 令到我又不會分心 接著我又不會受到很無聊的 吃不吃蘋果橙 蜜糖 飯 公仔麵 那些訊息滋擾我 令到我分心 我 might as well 之前那晚做禁室的時候 又或即隨便 星期三哪一天都好 錄完 接著星期日晚就播出 你們問的問題 我就全部集中一泡 一泡個回答 挺好 這樣也不會妨礙阿姐 要開工 要打機 要臭貓 這樣 OK 好了 下午會不會自聽完 覺得太短 不行 有人批評我 現在太長了 咦 我經常要分享給我自己 等等 你們不要瞄我 等一下 我要分享 不要 當然是不要 當然是好 怎麼會不好 你分享了 如是 I mean 生同 是嗎 是嗎 好了 我分享到我自己 OK 一個星期一次 不要是 很長 不是很長 15分鐘太短 大家需要雞精 大家不喜歡 像現在的年輕人 不喜歡認真讀書 喜歡想補習天王 因為要雞精 那就就是雞精 我們接下來就是雞精 好嗎 OK 雞精版 我就說重點 重點就是 什麼日漢不見 我的機壞嗎 我不知道 我看到我自己 是你的機器壞了 是你的機器壞了 真是壞 OK 各位 我首先說了 你的雪櫃裡面 應該擺放什麼食物 OK 因為 阿超 就是 因為 地球上最大的健康隱患 並不是 吃煙、喝酒和濫膠 也不是什麼瘟疫 例如沙士 或者是 伊波拉茹士等等 最大的 致命令你 死不去 而又連綿 病 餓病在床 數年 接著插喉 洗掉所有的積蓄 送給醫生 接著自己 在所謂的Golden Years 退休之後 可以去環遊世界 可以做什麼 全部都沒有了 OK 這樣就在床上過 這樣 這些 我講了很多次 就是 你這世人 決定自己 喜歡放什麼入口 換來不同的後果 當然 我明白 這個世界有橫禍 例如一個招牌 掉下來的那些 那些 你生不生童都保護不了你的 OK 但是 有些是可以 避免的 例如 糖尿餅 例如 你不要瘋狂地吃 超多的澱粉 超多的糖分 令到你的胰臟 很不空 因為他要不斷地 分泌胰島素 你喜歡不斷地吃 他不斷地分泌胰島素 他遲早就說 我不玩了 這樣 那你就站在那裡 你記住 我經常都說這一句 就是 你是你身體的囚犯來的 You are the prisoner of your body 你是不能跟他鬥氣的 因為他一定贏的 你記住 他可以令到你很痛苦 他可以折磨到你生不如死 只要你得罪他就可以了 所以 千萬不要測試他的底線 因為你身體的底線 是的確有限的 雞精沒有差用 過後會失憶 那你失憶不再聽回 是啊 那你就 15分鐘 20分鐘 最多30分鐘 你就很快可以聽回 多好 嗯? 好了 那今天就說兩件事 所以很快 第一呢 就是講你的蝕櫃裡面 應該有些什麼 OK 笑著你 那 死肥仔令到我分心 那第一個就是 雪櫃裡面有些什麼 第二呢 就是 我們其實是否真的可以不吃澱粉 OK 就是這兩件事 第一 你的雪櫃裡面 要有的十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 青魚 麵包 OK 那為什麼呢 就是 它是 優良的蛋白質 就是說你要的 安基酸齊齊齊 然後它也有 高的鈣 鐵 然後Q10 Q10是什麼 抗衰老 心血股疾病 預防 OK 還有它有些什麼好呢 就是 它是低水銀 Mercury 低的 OK 影響阿姐做節目啊 為什麼呢 大的魚 就很容易有重金屬 但是因為你知道 MAD GIRL 青魚是小小的 還有很多人不知道 最高Omega 3 反而是青魚 不是三文魚 青魚又便宜 又不會重金屬 又好吃 又有魚味 我試過做一個 青魚的麵 給一個生童的朋友吃 哇 很腥啊 其實那些不是叫腥 那些是很濃郁的魚味 OK 譬如我們去吉野家 都可以叫一份青魚 日本人吃早餐 很多時候都要青魚 有人問過我的 就說 為什麼日本人吃飯 餐餐都有飯 那別人又沒有東西呢 因為飯在這麼多的澱粉裡面 它是最不邪惡的 最不邪惡的 它反而是有膚質的 即是麵包 麵包 Pasta OK 那你說日本人 他吃飯 一碗飯 但是呢 他同時之間 你留意 他除了那碗飯之外 他沒有其他東西 例如他真的給你一杯茶 烏龍茶 即是綠茶 好了 他就不會 好像印度那樣 永遠都是跟可樂 七喜 薰達 即是有糖的飲品 所以 它是有 它的懷處 但是 你就是兩害雙拳 取其輕 它的害 是所有食澱粉裡面 貓母 所有食澱粉裡面的害之中 最輕的 OK 吃一碗日本米的飯 它的傷害比吃烏冬要細 那烏冬和蕎麥麵比呢 烏冬又比蕎麥麵要壞 你見不見我想說什麼 所以就是說 我這次 即是我對上一次 which is 現在是幾多月呢 現在是十二月 是 我是十月的時候 去了日本一鍋 是不是 青月不是black carb 是mackerel 那我就在日本 一個禮拜 喏 我就 用了一個禮拜時間去試 好了 生酮完之後 吃回澱粉會怎樣呢 我這樣 我的事不是簡單的事 我簡直是窯出一個事 窯到怎樣呢 就是 壽司吃 是不是 我沒有吃烏冬呢 我不記得了 拉麵是沒有的 因為我不是 拉麵 拉麵是壞的 因為它是小麥 小麥是基因改造的 它現在有三成的成份 或者是蝦子 或是不知道什麼奇怪的 你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沒有吃到拉麵 我吃了一家是不是跟你們說的 我分享了是橫斌 是不是叫橫斌家 好像是 有一個麵是沒有麵的 整碗都是椰菜絲 芽菜 有蛋 有叉燒 我只看見你開心得瘋了 因為我不吃麵 不好意思 你可不可以不給我麵 然後姐姐覺得你是個怪人 你只要說拉麵 只要抹走 拿走麵 只要湯底加叉燒 蛋 紫菜 木耳 蔥 其實是完美的生童餐 因為你吃完後 那碗湯有很多肥膏 如果它真的沒有騙你 它只是用豬骨去熬了很多小時 其實它是大骨湯 你明白嗎 就是大骨湯 那是正得瘋 它唯一的災難 是在麵 所以我就說橫斌家系 那個沒有麵的拉麵 令到我真的很感動 香港有沒有橫斌家系 好像沒有 我沒有吃到拉麵 但我有吃壽司 而且我只吃什麼呢 我吃缺餅 吃日本的甜品 回到來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臉壞了 臉壞了 臉壞了 爆瘡 出粒粒 人生病 不舒服 雙風 嘩 這個才神奇 我告訴你 我13年 是 我13年去日本 買了雙風感冒 就是金色的那些 我回來 我是擺到過期 過了期之後 我有同事說不舒服 那我就 你夠不敢吃 不過日本的東西 OK 他們雖然說過了期 但是都可以吃的 你想想 我是可以這麼久 2013年前 我又很久沒有雙風 可能十年八年 沒有雙風過 但我居然 十月 那一天 瘋狂地吃日本的 雪糕 甜品 缺餅 那些東西回來之後 就出來了 所以 我得出這個結論就是 當你從小到大 在萬性中毒 你是不知道 那個毒有多毒 但是當你 戒清了之後 你再吃 就很清晰 很明顯 知道那個災害有多深 所以 嗯 你們也是解清一點 OK 好 那說回這個雪櫃裡面 OK 剛才說過 對 Mackerel 即是青魚 OK 第二個 你應該吃的 就是 我家裡那些 一隻隻的 我的死肥仔 現在在睡覺 拿著我的瑜伽袋 那隻叫Parsley 即是 意大利番西 OK 不知道怎麼說 總之 我們 意大利那些是扁葉的 有些Lunmo 即是你意粉屋 看到的就是Lunmo版 OK 接著Basil 我另一個兒子叫Basil 那 我那個 死的那隻 現在不知走到哪裡 不過 Roseberry Roseberry Baby 不是 Roseberry 正在扁葉 你可以抱他過來嗎 肥仔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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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Roseberry 正在扁葉 他正在扁葉 你為什麼會出牙齒 嗯 跟肥哥哥過來 抱他過來 好可愛 他 待會 不可憐 不要吞 快 哎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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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對了 這就是Roseberry 大家看到嗎 嗯 有什麼咬噴噴 你噴噴 好美味嗎 看他好美味 看他好美味 先給大家和大家說 Huy 先 先 先 大家 嗨嗨 大家依依跟她說嗨嗨 各位依依和叔叔跟她說嗨嗨 哎呦 是呀 我是貓痴 沒錯 大家馬上飛出心心的畫面 你知道嗎 你媽媽自己做節目是沒有心心飛出來的 你一出現 整個畫面都是心心 心心上到媽媽的鼻子裡 不是生氣的 是心心的 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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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們繼續說說 好 等意啊 你 等意到死 好 繼續 那我們為什麼應該吃這些香草 Rosemary Basal 在那裡 Parsel 在下面 我現在三個兒子 三個都是香草名 為什麼呢 他們呢 他們呢 是有充足豐富的抗氧化劑 你記住呢 你的細胞 無時無刻在氧化中 尤其當你在吃澱粉質的時候 因為當你的細胞呢 簡單來說 你細胞裡沒有一顆線顆體的 叫做Mitochondria Mitochondria 正常是可以用氧氣和食物 用來做原料 然後產生能量 也叫ATP 但是呢 癌症是不行的 為什麼會變成癌症 因為它沒有辦法透過氧氣和食物轉做能量 所以呢 它就用了糖發酵的方法 所以就變成癌症 很恐怖 但是呢 我們不理它 到底是癌症是否癌症 我們先不說 我們只是說 你只要是用 澱粉作為你的能量來源的話 你那個ATP的產生 即你的能量產生 是很髒的 很像你燒煤一樣 你的細胞是染到黑色的 為什麼呢 它釋放了很多 我們叫做氧化物 油離肌 或者叫做自由肌 哎呦 哎呦 摸媽媽是不是 哎呦 哎呦 親子台 不好意思 我經常沒有抱過它 怎麼了 嗯 所以你的細胞 健康細胞 就會受到那些不穩定的 自由肌 或者叫做油離肌 去撞擊 包括你的DNA 包括你的肌肉細胞 腦細胞 神經細胞 乳士等等 受它的衝擊 就會有損傷 OK 那些損傷 可以修補到 有些不可以修補到 所以我們就說 為什麼要吃這麼多抗氧化劑下去 目的是想中和 那 如果要講深一點 那些抗氧化劑 它就帶了多一顆的電子 而那些油離肌 就是少一顆電子 那少一顆電子 那些 如果要講俗一點 就是狐狸精 專門偷人家的老公 那你就是那個可憐的老婆 那你就發現 你的老公被狐狸精偷了 那你就覺得 哎呦 好心傷 所以你就想著 我多弄一個 我弄兩個老公就可以了 那我就可以被狐狸精 偷一個老公走 而那個老公 事不老公 是一個指責的 你明白嗎 那你就變成 你那個抗氧化劑 其實就是一個指責的老公 就是我預料給你偷的 你去拿吧 因為狐狸精 is everywhere 這樣 就是一個 我不知道你們明不明白 這個奇怪的比喻 好了 看見就眼淵 蛤? 為什麼眼淵 你看見他眼淵 有沒有搞錯 這麼有趣 很可愛 人家說眼淵 我不理他了 我們不要理他 你這麼可愛 怎麼眼淵 我扔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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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了 但是如果你轉了 不用這個炭水化合物 作為你的能源 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 那些狐狸精不見了 那些狐狸精 咦 去了別人那裡 不搞你 那你的家庭可以健全 美滿 幸福 快樂 是不是 因為沒有了游離機 沒有游離機攻擊你的細胞 它不會偷你 那些 對了 什麼啊 英文在說什麼 Kris Child看見就眼淵 是妒忌媽 我不明白 和我講的題目有什麼關係 還是和我小孩子有什麼關係 嗯 摔死人 是不是摔死人 是不是摔死人 怎麼了 嗯 OK 對了 啊Maggie 你來了 你看看她 你看她多可愛 OK 好了 繼續說雪櫃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繼續 對了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認為你沒有能力 將你的澱粉降到很低 當然 我當然叫你降低 有這麼低 但如果你沒有辦法降到非常低的話 那你就變成那些香草 你真的要多吃一點 那香草 很多人不喜歡 不喜歡那種味道 不喜歡那種味道 其實那種味道 我們叫做acquired taste 就是說 你慢慢吃一下吃一下就習慣 正如臭豆腐也好 榴槤也好 你初時都不會喜歡 但是 又是吃一下吃一下就習慣 而這些對身體是很有好處 很有幫助 好 怎麼了 還沒打卡 我幫你拆卡 我幫你拆卡 就好了 不走 OK 剛才說了 第一個是青魚 第二個是香草 香草絕對可以生同的 沒問題的 就是菇 菇類 我知道我還沒說心血管健康 但心血管健康 預告篇 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維他命D 維他命D 它對我們的鈣質吸收是有幫助 我相信大家知道這件事 但是 鈣質如果不在你的骨頭 它走在其餘不應該的地方 就會形成這個 心血管疾病的 一個主因之一 就是鈣質在錯的地方出現 我是會解釋這件事 接下來幾集 但是我們一般人 不是曬很多太陽 例如我那些又怕曬黑 又怕有雀斑 又怕皮膚老化那些 那我就一定不會去曬 那 我們維他命D的吸收就會很不夠 所以 如果你維他命D不夠 心血管疾病是一個隱患 另外就是 個人很累 然後 頭腦不清晰 而 天然 可以透過食物吸收 就是透過菌類 菇類 還有什麼 透過菇類菌去吸收維他命D 維他命D 在菌類裡面有 在雞肝裡面都有 所以你做一碟 雞肝和菇 集菌炒雞肝 是一個又好吃又很有益的一個組合 當然如果生酮的話 你當然不用問 當然是用牛油炒 牛油混一些椰子 你會知道 是不是很好吃 還有 有一個 轉的做法 你可以加一些 乳酪 我們叫乳酪 沒有糖味 即是沒有加糖的 OK 就是 一起打 OK 請問問 請問問 Irene 想問生酮 不可以吃澱粉 那薯仔或番薯 可以不可以 你們回答一下 好嗎 好了 Alan Liu 你好 是一個很聰明的聽眾 他不是一個普通的聽眾 我不記得 Alan 你是讀 BioChem 我不記得 Anyway 他是 真的知道 我是在說什麼 而且他是 synchronize 即是我們同步 我想說 我又沒有講 但我應該要講 就是講咖啡罐場 尤其我的cancer patients 本身有cancer 接著來找我 問關於生酮飲食的cancer patients 我是叫他們 要做咖啡罐場 我接下來有一集 有預告 是會說 做什麼 是會說咖啡罐場 很多人覺得 這麼恐怖 不要啊 不喜歡啊 但如果你知道他的好處 你是應該要考慮這件事 你應該要做這件事 正常人做是好 做什麼啊 但如果有cancer的 是一定 一定 一定 一定要做 而且一天不只做一次 普通健康沒問題的人 是可以一天一次 或者兩天一次 但如果 但如果有cancer的話 一天兩次三次 最好 up to 4次 cancer另類療法 有一個表表者 叫做Max Jersen Jersen Institute Max Jersen 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 關於他治療癌病的方法 我們在說 不是現在的人 他過了很久 他過了很久 痛痛是不是 打KickKick 因為你打KickKick 為什麼你會打KickKick 因為你沒有 好大聲 可以可以 可以 我用眼睛清解 好 痛不痛 不喜歡 不舒服 OK OK 發脾 OK 那Max Jersen Jersen Institute 香港沒有 是另類醫治癌症的中心 它裡面 跟生酮的做法不同 它是吃生的食物 不吃肉類 每個小時要喝果汁 還有就是 一天要做四次的咖啡灌腸 咖啡灌腸因為 它是幫助你的肝臟排毒 我們說的程度 是比平時要多三至五百倍的 我騙你是不是 又說不解 然後又偷偷地解 對不起 對不起 對了對了 乖了 繼續 還有就是令到你的肝排毒之餘 它會生成一件東西 叫做Glutathion OK Alan Lee會知道 大部份聽眾可能不知道我說什麼 但Glutathion 你可以買來吃都可以 它就是什麼呢 它就是所有抗氧化劑之母 就是終極的抗氧化劑 就是你 CoA-M3 Q10也好 維他命E 維他命C 或者什麼 Assassin 薑黃素 什麼都要行在一邊 因為終極最強的 就是Glutathion 是它這一種的抗氧化劑 是可以入到所有細胞 包括老細胞裏面都可以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家人 有老人家是有腦退化的情況 即是記性油不好 忘記東西 或者甚至原來有柏金信 如是等等 椰子油是可以幫助身體 生成同體 同體是可以直接補充大腦所需 做什麼 還有你可以找Glutathion 你說老人家 你可不可以convince它做咖啡罐腸 那就真的視乎他本身有多開通 如果我爸爸做再生 我爸爸是一個老人家 當然 但他是很開通的 即是我跟他說 然後我給他一些 evidence 給他看 他是會相信的 他是會考慮 他會不會真的做 我不知道 但是 我接下來有一集 我要專題講 包括心血管健康 膽固醇 那些 我都會講的 OK 那就繼續講雪櫃 講完雪櫃就講澱粉 OK 我們講完菇菇了 講完清語 講完你 講完菇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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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講什麼 OK 那麼 蛋 各位 OK 各位 蛋 蛋 蛋蛋蛋蛋 蛋是一個超級便宜 但是超級補的東西來的 即是蛋黃 你知道幾十年來 就被人腦點說不要吃蛋黃 蛋黃對身體沒有益 蛋黃裡面 有了我們要的健康的脂肪 Healthy Fats 有抗氧化劑 有維他命 有一種東西叫choline 是幫我們的腦 和我們的神經系統 包括眼 對 去合成他需要的 OK 所以你不吃蛋黃 是一件超級災難的事 很多 很多人 現在還是不敢吃蛋 是傻豬來的 在2015年 的American Heart Journal 就publish了 就說你一天吃三隻蛋 是不會讓你的膽固上升高的 即使你有心血管疾病 都沒事 而我讀的這麼多個課程 其中有一個課程 的那位教授 那位醫生 他每天都吃四隻蛋 OK 而他是 keep得很好 很年輕 很fit 所以蛋是必須要吃 蛋黃 Guthathion Guthathion 叫做菊光甘泰 嘩 很長的名字 看他這樣也可以 哎呀 要睡著 其實呢 我多擠兩擠 他就閉上眼睡著 我的貓養得 好像狗 這樣 嚇死人 是不是 如果你們想過來 問我問題 以及想我教你們 怎樣煮生同餐 你們可以 發訊息給我 但是 我也說 我優先會先給了癌症病患 如果你們上來 你們就可以看到 小BB Rosemary 你可以跟他玩 你看到另外一個死肥仔 不是推咪那個 是躺在我的瑜伽袋上 那隻死肥仔 他們經常叫我 跟你們說 要上來 要帶罐罐 是不是 嗯 你瘋得瘋了 這傢伙 對身體很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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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 記住 鵪春蛋 雞蛋 什麼蛋 也照吃 蛋是很有益 超級食物 又便宜 又有益 老實說 你生同可以 吃很貴 你可以 像之前說過 你可以和牛 你可以魚子醬 都是生同的 鵝肝 龍蝦 但是也可以蛋 芝士 都是生同的 有時候 我下班懶得抽筋 不想煮 不想外出吃的時候 我真的 放兩隻茶葉蛋 和幾塊芝士 就夠了 就不吃了 我們其實不需要吃這麼多東西 我想說一個 小小的 experience 我自己 就是 我去做那些高度的 workout 我做完出來 我看到教練 拿著一盒 他家製的食物 我說什麼 我看到是螺絲粉 我說你幹嘛吃蟑螂 他不吃蟑螂 沒有力 然後我走到他的 reception 我看到 他的 reception 後面 有那些 好像假的 被人擺的 就擺了兩盒 那些 Muesli bar 就是那些 一條的穀蜜巴 但全部都是糖 甜到你不相信的 那些 然後我說 你幹嘛擺一些 carbage 在那裡 然後他說 因為我做 workout 我需要 energy 然後我就說 可以 OK 我發了一條片給你 那我就發了 Professor 這個 Jeff Follick 講關於 sports performance 你用 fat 做fuel 你當你的身體 轉了 用同體 即是用了脂肪 作為能源之後 你那個 運動表現 是多摩的 比以前 要好 很多倍 因為你的能量 是取之不揭的 你不會說 我跑跑 下馬拉松 突然之 有黑 因為 我的 2000個calorie carb tank 即是散子包 即是 碳水化合物 的散子包 已經用盡了 你沒有這件事 你明白嗎 你就變成 instead of 2000個calorie 你是說 五萬 去到五十萬個calorie 師傅 你身體有多少脂肪 是的 我想我不是五十萬 但可能有三四十萬 是嗎 是嗎 你有沒有那麼多 你看 你看 你這個兒子是不是瘋死人 你想想我怎麼外出 平時 你看他那個 瘋子瘋的狀態 那種陷情默默的 看著你 嗯 有自己萬次族 但你一定會有個小孩 by the way 我現在先通知你 對了 就是這樣 但是呢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聽 有聽眾朋友問我 我就說 我也想去讀 Nutrition 我想去讀 營養學 但是呢 哎呀 我會不會讀那些東西 是不行的 我就說 其實老實說 現在的 營養師 Dietician Nutritionist 他們是 heavily influenced by 食品界的利益 即是他們想你相信 你一天要吃六餐 你最好睡覺都吃東西 你明白嗎 你最好 吃藥 每三個小時起床吃一次 最好是這樣 還有你最好呢 就是呢 吃多些有糖分的東西 對了 為什麼呢 喂 這個中西部生產什麼 生產薯仔 怎麼了 還有生產 這個 粟米 粟米 薯仔 糖 要是任生產 不生氣的 所以就是 喂 他當然想你相信 你是要多吃這些東西 但是 如果你真的 看數字 你看 到底 你每次吃東西 你的身體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 你每次吃東西 你的消化系統都要做事 還有 你每次吃東西 你的胰狀都必須要分泌胰島素 去將你的血糖降回去 回落 壓低血糖 所以就是 你為什麼要給你這麼多的負荷 給你的身體呢 其實 我剛才解釋給 今晚來找我 想談關於生酮飲食的朋友 就是 為什麼 他們本來上來之前 有人害怕 會不飽 你不會不飽 正如我家的幫手 他 經常都說 哎呀 不吃 不吃飯 沒力 但他一天關了房子 我跟他說 你不用再吃飯 還有糖分的東西 除非你想你的房子變化 現在是良性 但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變 惡性 想怎樣 OK 這樣 但居然過了幾天之後 他跟我說 他真的不餓 居然 他怎麼會不餓 他真的不餓 很神奇 當然 其實有多難解釋 你一個湯匙 一個湯匙的椰子油也好 牛油也好 什麼油也好 當然 你知道 我會跟你說 你最好是用椰子油 飽和脂肪 因為你的身體 第一個會去到 其實是飽和脂肪 那麼 飽和脂肪 煮東西是沒事的 它不會氧化 尤其是椰子油 如果你要煮東西 你最好是用椰子油 其次就是用淨化牛油 橄欖油 你可以用果汁油 但是 首選一定一定是椰子油 但是是 refine的 不是 不是 organic 那些 cold press 因為那些其實不耐熱的 它都會氧化 而氧化 和發炎 才是心血管疾病的原兇 並不是膽固信 我穩集說 但是 拜託不要再相信這些 就是 業界製造出來的恐慌 接著就相信 走去吃藥 不需要的 OK 那有個 Chris Obb 說港女康 不知道你說什麼 那你就不要聽 你既然不知道我說什麼 是不是 那或者你的知識水平不夠 你就不知道我說什麼 那你就不要聽就可以了 或者你可以謙虛些 有禮貌些 繼續聽下去 不出聲 沒有人說你 OK 繼續 那麼 我們就講完雪櫃 那麼 打完之後 還有什麼是你的雪櫃 就是沙律菜 我知道 這件事你們會覺得很丟臉 因為我一方面又叫你們 不會吃七至十杯菜 另一方面 有些人 我叫他們 一條菜都不好吃 有原因 你不同的目標的生肚 你所吃的東西都應該不同 你每個月都應該要計一次 你的 macro 就是脂肪吸收多少 蛋白質吸收多少 要視乎你的脂肪減少的速度 以及你的血糖的數量 去決定你的 macro 增著的改善 所以我說一般人的生肚 你應該吃七至十杯菜 然後有人又會問 我相信 一杯為之多少 一杯是8盎司 一杯是拿著 一隻手拿著這麼多的份量 OK 對了 李安拉說 我都有個肌肉 戒糖兩個月 小了三分之一 小了三分之一 小了30% 是很棒的 喂 Anita Wong I just started for 3 days always feel very full I am a type 1 diabetes patient Do you think it's safe for me OK 這件事我一定要說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麻煩你私底下 send個 message 給我 不是我去料理你們 我送Dr. Jason Fung的 contact 給你 你去找他 他有做dietry advice 我不記得一年多少錢 一年計的 他就會去coach你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本人 還是他的team 但 regardless 那個是Dr. Jason Fung 中外知名的Dr. Jason Fung 他給我絕對是一個更適合的人選 因為你是type 1 diabetes 我不敢 我不敢直接處理你的個案 Type 2 就容易搞很多 Type 1 是不太容易 所以就 你contact我 我給Dr. Jason Fung 我contact給你 OK 繼續講雪櫃 兒子 你不可以這樣的 你要乖一點好嗎 OK 你不想落地 你落地 不要扭上來 OK 那為什麼要吃沙律菜呢 你記不記得我跟你們說 大部份的人 9% 是缺少甲的 不夠 potassium 那你知道什麼裡面 是有很多 potassium 蔬菜 牛油果 好了 那還有什麼 我們會缺的呢 Magnesium 尾 那尾 缺尾 會抽筋 還有很多其他症狀 尾 也會讓我們放鬆 讓我們可以睡覺 令我們人不要緊張 現代人呢 我們的飲食 不是蒸不蒸至的問題 而是 現在的 蔬菜 營養 遠遠不及以前 以前 我們在說 泥土很肥沃 裡面有很多礦物質 天然合成蔬菜 那你吃了些蔬菜 你吃了 合成了維他命 也吃到它本身的礦物質 但是現在 由於過度開肯的關係 那些泥土的營養值 已經變得相當之低 所以我們需要 吃的量 比以前 要更多 你明白嗎 那所有綠色的東西 都是有 Magnesium 因為很簡單 Magnesium 它那個 chemical的結構 中間 就是 中間就是有一顆 那個 怎麼說 因為 我解釋得不清楚 我再說一次 就是說 所有綠色的蔬菜 一定有 Magnesium 因為 所有 透過光合作用 產生的葉綠素 葉綠素 中間就是 Magnesium 所以 越綠 它的 就越高 另外 有什麼 就是 黑巧克力 你想怎樣 黑巧克力 我之前也有說過 Kalcanips 記得嗎 好像叫可可支 如果我不肯定 應該叫可可支 Kalcanips 是很難吃的 很苦 苦到有點酸 但那個是最高 Magnesium OK Changman 你好 如果想增肥 吃什麼 不如你 找一天 上來 我做一餐給你吃 跟著談 好嗎 對了 那 就 香草要乾還是生 我自己喜歡生的 但我也有乾的放在這裡 因為生和乾的味道不同 兩種都可以用的 沒問題的 都好的 生吃還是炒菜好 Kal最好是炒的 你問我 我又常常想說 但現在還沒說 蔬菜本身 是有毒素的 Believe it or not 我知道 We've been taught We've been told 我們要多吃蔬菜 甚至我也這樣跟你說 但其實蔬菜本身 有一點叫Oxalate 是 它大自然裏 要保護自己 不讓昆蟲咬 你明白嗎 所以它有這種 毒素 但這種毒素 一般情況下 對人類沒有什麼傷害 但有些人對某一種Oxalate 是會有反應的 有反應 它不會弄死你 它有反應 可能你吃了會肚脹 會有胃氣 所以你就要發現 你要自己去體會 去試 到底哪一種菜 我吃了 是會 一般的舒服 OK 但是 Kale 魚衣甘藍 Oxalate是高的 所以我們最好是炒了它 令它容易吸收 而且維他命A是高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它的維他命A 不會少過紅蘿蔔 是很誇張的 魚衣甘藍 是很恐怖的 豐富營養的蔬菜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選擇 吃蔬菜 你不要選擇吃西生菜 你應該選擇魚衣甘藍 因為它綠一點 綠一點 綠一點代表它的尾是高一點 代表它的 它是一個超級房子 它什麼都有 很豐富 不用擔心 因為香草 是非常Keto Keto friendly 蔬菜 可以多吃一點 沙律菜 是好的 可以多吃一點 還有盡量吃 又摸我 又抽你媽媽的水 你盡量選擇一些不同的組合 不要我吃來吃去 我只喜歡吃這個 這個叫什麼 Iceberg Lattice 或者Butter Lattice 或者Romaine Lattice 你盡量選擇不同的菜 紫色的那些 紫色的那些 那些是有Beta Keratin 就是維他命A的圓形 我這樣理解 它來到你的身體裡面 在裡面合成 維他命A 你的身體是會 使用得更好 使用率更高 OK Aman Phong Chan 就說韭菜 我吃完一定頂著胃 這樣 你是澳門人 那你就乘船過來 如果你來香港的時候 不就是你先約定我 因為我要約的 那我又不想摸一摸 你是不是 怎麼了 你乖乖地可以嗎 你不要扭你扭我 好 沙律菜說完了 到下一個了 這樣 就是不同顏色的蔬菜 例如我們說 就是椒 紅椒 黃椒 橙椒 青椒 青椒其實是未熟的紅椒 但是這些椒也是好的 維他命A C B6 都是很夠 那有些人是不喜歡 這些椒的味道 那我可以教一招給你 我教你一招去處理這些椒 就是 你呢 如果不是電子椒 最好 你開你家裡的煮食爐 開明火 開最小最小 然後 把椒 放在上面 不用切 整隻椒放在上面 燒它 那你會說 直接 對呀 直接 或者你可以放一個網 就像別人的燒魚 有一個網 你把椒放在上面 那你燒 最小火 燒它 一面燒了 轉第二面 有四面 就轉到它 幹什麼呀 在說話呀 你給媽媽做完節目 先跟你玩好不好 你乖乖乖在那裡 好嗎 你躺著在那裡 慢慢咕咕咕 在那裡 煮水 好嗎 先抱著 先抱著 不玩著 乖乖 扭扭扭 因為你燒到它 表面焦了之後 你一沖水 那塊焦皮就會脫掉 那塊焦皮一脫掉 裡面就是很香 很滑 很甜 色情 怎麼了 怎麼了 你想怎樣 你想怎樣 嗯 你想怎樣 你想背著觀眾 是不是 你不想他們見到你 因為你太英俊 你怕被人看虧 好了 你試一下這個方法 你燒完之後 你說我一次過燒十隻八隻 二十隻三十隻 好啊 然後你可以拿橄欖油浸 它 意大利就是這樣做的 是的 我們的Bell pepper 就是這樣燒 燒到一個洞 然後一沖水 整塊皮脫了出來 連撕也不用 對了 然後你到時才切開它 你知道怎樣切嗎 它有頭那邊你一切 整個抽蚊出來 就搞定了 超方便 超快 所以我們這些 懂得煮東西 或者叫做專業的 是 是有這樣的門 油斷食 是流行斷食的嗎 不同 很大的不同 Bridal Makeup Sharon 油斷食就是你有能量的攝取 你斷食是沒有能量的攝取 分別就在這裡 如果你不給任何能量攝取 你的身體就被迫要用你的脂肪 所以就是 很多人如果你吃生酮 你不覺得瘦了很多 就可能你攝取的脂肪太多 對了 怎麼了 所以我經常都說 叫你們要計算 要看數 要看數 約我上來談 好嗎 約我上來談 好嗎 好 其實我很多話說 我集集都很多話說 其實我真的可以 每天做都可以 不過不會 因為我沒有空 OK 另外一個 我們應該要有的東西 你放不放雪櫃一回事 你放在外面也可以 就是那些 我們叫做紅茶菌 或者叫做kefir kefir就是奶做的 OK 那麼 紅茶菌 就是紅茶做的 我拿出來給你們看 好嗎 我拿給你們看 但是你要落地 媽媽要進去拿東西 你先拿東西 媽媽先放在你旁邊 好嗎 你坐一會 我給你們看 我自己做的 其實我是想著 如果我有個地方 方便 你們可以上來 因為我的紅茶菌 其實現在已經吐了 我出來才解釋 讓我還是會噁心 真的 我不想會 1 2 3 5-4-5-3-5-4-5-5-5-2 很大 抱著那些 Lab裡面的浸一個 一個胎在裡面的 你知道我說什麼 像動物標本一樣 唉,我是有 Irene Wong 你看回生童的項目 還有 你們自己不會弄 我不是說你們約我 幫你弄吧 唉呀,我想暈了 OK 我拿了它出來了 又要阿姐拿起它 看不見到大家 阿仔,你幫我教鏡頭 Pan下去 因為大家真的要看 你Pan下去 不用見到我的壞樣 看得到 正好就可以了 OK 看不見到嗎 大家 OK 我等它 我有些時間分別 我要看到那個東西 我打開給你們看 OK 是啊 喏 你用手 因為要拍下 下面 因為要 是嗎?Sharon 你住馬來西亞 你快點來香港 你來香港 探我的兒子 好嗎? 那我先打開光給你們 看看 OK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 看不見到 發生什麼回事 那我現在打開燈 你應該就會看到 應該會看到 等一下 好像異形 你們看不見到嗎? 看不見嗎? 看不見 看不見 那些臭小子 死肥仔說 好像異形 裡面的一塊 其實是 舊的紅茶菌 OK 那我現在 打開蓋子 給你們看 OK 你做什麼 OK 看不見到? 上面 放下去 OK 它是酸的 那為什麼 那這幫人 很恐怖啊 是啊 是啊 這個是那個 菌毛 菌毛 就是菌 這幫人 OK 好像玻璃膠一樣 這些 是啊 好像玻璃膠 這樣 然後 就打開 給我 你看不見到 它會在上面一層 生出來 OK 那就是什麼 下面一些 其實是紅茶 加很多的糖 糖 其實不是我們要的 是菌要吃的 那 那 菌 吃吃吃吃吃吃 它一路吃 它本來上面沒有一層 它上面沒有一層白色的 它是會 吐吐一下 它就會吐上面一層出來 那它就會一路變變變變變到 酸味味 對了 如果你不是嚴重的生酮的話 那你可以 趁它還有氣 還有酸酸甜甜的時候 就 嘩 喝 放在冰箱 然後 雪凍它 喝是很好喝的 它是冰凍 有氣 酸甜 很棒的 但是 因為我生酮 我不想有任何糖分 所以現在肥仔都聞到 是酸的 我之前 我直接吐到它 變了醋 我講真的 我吐到它 連氣體都沒有了 那我才會用的 那我會把它加進去 我自己 這枝不是真的這個牌子 是我買完之後 喝完 再倒我自己做的 沒有糖的紅茶 那我用 Stevia 甜菊葉 那我會加一點 KOMBOOCHA 進去 紅茶菌 這樣 它就會變成 檸茶 酸酸甜甜的 OK 紅茶菌 這些菌母 是 很難買的 我不知道 香港人有沒有人有 總之我有 每次 你的鞋子多大 它就會吐到 跟鞋子一樣 而且它會越生越厚 對 哪裏找菌母 你找我 我給你就可以 我很多的 用砂糖是吐得最好的 用蜜糖是差一點 而且你們不要太過 富有想像力 去說 我試試做 乳治抹茶 或者我做 莫里花茶 或者用 你不要 因為 可以失敗 失敗就是 那隻菌母被你弄死了 很簡單 菌母沒有吐成功 我這些是很成功的 如果你養過 你就會知道 其實是 不容易養的 但我是 為什麼要包住 你不可以蜜蜂 OK 如果你蜜蜂的話 它沒有空氣 它是會死的 它是有生命的 這傢伙 我剛才給你看到 裡面有很多 就是之前那些菌母 是啊 怎麼 好有益 是超級 我可以拿回房子 不行 你知不知道 這塊是從中國 是從中國開始 蓋上你的意義 久了才變臭 是啊 沒錯 多久才變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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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天氣 冬天就長一點 夏天就快一點 因為它跟溫度有關 所以我整個屋都是這些 這些標本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東漢的時候 東漢還是西漢的時候 已經有了 是認為是長生不老的鮮飲 那你就說 為什麼我喝這個這麼有益呢 因為它是有大量大量的益生菌 大量大量大量 所以你說有胃氣 胃酸倒流 就是因為你的胃裡的flora 就是我們叫做那些 益生菌和衰菌的平衡錯了 所以你喝這些 它就會中和 令到好的菌多了 衰菌沒有了 你要知道 我們身體 八成的免疫力 是在腸胃那裡的 如果你的腸胃是衰的話 那你的免疫力 都不會好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你的腸胃養好 你才會有好的身體 中醫就說 腸胃是先天之本 腸胃是後天之本 即是皮 這就等於我們的第二大腦 因為它是有很多的神經 在裡面 最穩定的做法 我現在都是茶 紅茶加砂糖 如果你要博 你要用什麼 蔗糖 還有蜜糖 我沒有試過 所以我不知道會不會出事 它就是發酵過程 如果夏天的話 七至十天 還是甜甜的 但是有氣 已經成型了 夏天亂了 它就生得快一點 冬天的話 它就會等很久 可能要等三個禮拜 那裡面會有什麼呢 它裡面就是 它會有氣體產生 你們現在看不到的 肥仔Pen一次 那些 不要懶 這個位 大家看不見到 這裡 不是 拍到這個位置 你拿個電話下來不行 看不見到這裡有泡泡 大家看不見到 就是異形在吐氣 它就是會成為有氣體 就是Carbonated 像我們平時喝汽水 很想試喝 我都說酸酸甜甜 很好喝 然後它就有維他命B雜 很多人都不夠維他命B雜 譬如你臉很油 出很多粒粒 而且經常都很累 維他命B雜 還有很怕自己膽固醇高 但是年紀越來越大 又怕膽固醇高一點 我就跟你說 上一集 就是因為你的膽固醇 不夠維他命B5去合成 合成Sex hormone 這個人 還有這個人 有很多什麼呢 酵素 和益生菌 明白嗎 然後繼續說 有什麼好處 你外面買 City Super 我看過好像二十多元一罐 很貴的 我一吐 我就吐兩瓶 大瓶 我還有幾瓶可以慢慢喝 是好喝的 因為他有什麼好處呢 我 糟了 我說要做快 怎知道我又沒有做快 不如這樣 我問你們的意見 你們想我現在說 這個 紅茶菌 還是想我說不吃澱粉 投票快 我的人很民主 快 說 告訴我 很漂亮 你拿了這間機車 說謊話 不是啊 但我出了個帖 我會說那份東西的嘛 你不是下個禮拜 我拿這間東西出來 我想吐 我拿出來 給你看他吐了多少 拿去買 幫你來同一拿 這麼貪心 都說 哎呀 死肥仔說 我先回睡覺 好吧 我快說 好嗎 哎呀 我明明不想可以犯這個 我的人 OK 好了 那就是 首先你記住 八成的免疫力 是在我們的腸胃 所以你的腸胃強 你的免疫力自然就強 OK 而 這個人 你不要看他這麼肉酸 剛剛說了 有酵素 維他命B雜 有醋酸 其實有這個 你不用買蘋果醋 你省了很多 你知道嗎 還有 最可能會比蘋果醋 你自己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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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它有很多抗氧化劑 好了 我們知道抗氧化劑是保護我們的身體免於發炎 發炎是所有疾病之源來的 可以這麼說的 OK 這一支 它就是可以保護我們的身體不發炎 因為它是豐富的抗氧化劑 那你想想 你抗氧化劑是夠的 OK 你喝這個 你不用吃一粒粒的 你又省不少錢 OK 另外就是為什麼抗氧化劑很有用呢 就是它保護我們的身體免受的 我們叫做 Oxidative Stress 比較技術的 要解釋 當你的身體 你的細胞 那個粒粘體 在產生能量的過程裡面 and again 如果你在吃著澱粉的話 它產生很多 很髒的能量 就是很多reactive Oxidative Species ROS 就像燒煤一樣 整間房子都骯髒 黑色的 這樣 一樣 你明白嗎 但是如果你有足夠的抗氧化劑 它就會 幫你抹 那些 綠水 幫你抹乾整間房子 但是當然 如果你是沒有 吃澱粉的話 你就等於你用太陽能 你的房子就不會那麼髒 但是 有抗氧化劑 它一樣可以保護到你的細胞 其實 你們去Searcher 有一個70歲的美魔女 戒堂30年 是一個澳洲70歲的婆婆 戒著比堅尼 是很索 你看看起來像五十多歲 她戒堂30年 那為什麼她可以保持得這麼年輕呢 就是因為她沒有堂的情況之下 她就因為沒有這些 游離機 自由機 不斷攻擊她的細胞 她的細胞可以很完整 所以就不老了 其實你一個人老得快不快 跟你身體裡的游離機有多少是有關的 你明白嗎 那游離機是會攻擊細胞 包括DNA 那這一罐東西 就是保護你的身體 的DNA 保護你的皮膚 保護你的細胞 令它健全 不氧化 你切了一個蘋果 蘋果有糖 是不是 一個蘋果大約19克的糖 你看看它啡得很快 就是氧化 糖令到你的身體氧化 明白嗎 但是你發覺蘋果切開了之後 塗了鹽 或者更有效的是醋 它就不會變黑的 你試一下 就是這罐東西 明白嗎 保護你的細胞 不會氧化 OK 好了 繼續 就是當我們說平時的 你喝茶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個人那個page 就是女王那個page 我之前post那一篇 我說我認我是口戰系列的 就因為我講的一件事 我就post了范冰冰沒有化妝的照片 素顏照 我就說 想當天我在曼谷 就是一個大陸的女生跟我說 就說你不要經常喝茶 然後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有記者問過范冰冰 說她為什麼這麼白 唯一是她從來都不喝茶咖啡的 然後我就說 那時候我心想 我沒有說出口 就說 那喝水是不是會變透明呢 那個人 真的可以隱形 然後我就說 唉 就是 雨陰未落 水又滾了 沖一壺茶 這樣 因為 茶呢 是有很豐富的抗氧化劑 不論是紅茶 綠茶 抹茶 烏龍茶 還是白茶 即不論它的發酵程度 它一樣是有很多的抗氧化劑 每個有不同 有些多些有些少些 那 抗氧化劑本身是保護皮膚的 OK 連帶其他細胞 那為什麼你會喝茶 會變了皮膚會黑呢 如果是這樣 吃豉油會黑 那英女王 喝那麼多茶 為什麼她還沒變黑人呢 她還是白的呢 你整件事你解釋不了 大哥 別人說什麼你就相信 好嗎 還有 那些明星 真是 唉 出鏡子 她真的全身沙粉 你不要玩了 真的 那些人真的 唉 我不知道怎麼說 輪到你去的人 特別容易相信 特別容易相信媒體的說話 那麼 在這個 我們說本身茶已經有抗氧化劑 但是呢 你在這個 做紅茶菌的這個化酵過程裡面 它 會製造一種新的抗氧化劑 是它本身沒有的 即是它前身不是紅茶來的 但是 前身作為紅茶的時候 它做鋁的時候沒有的 反而它吐一下吐一下之後 吐了一種東西 叫做Clucanic Acid 是新的 明白嗎 那 還有呢 我想我真的說不太多了 就是 紅茶菌 它除了 吐了一個新的抗氧化劑 on top of 本身有那些之外 就是 它會影響到兩種本身 好 有力的 很大的抗氧化劑 叫做Cluthathion 剛才是否說了 還有Catalyse 這兩樣東西 本身 已經有 但是 加了 如果 在這個 紅茶菌吐它的過程裡面 它是會令到它 強化 令到它更多 更加Active 更有效 OK 拉脫維亞在2014年 拉脫維亞大學 OK 就做了一個Research 就說 Kambucha 如果你喝紅茶菌 它是會 對於很多的發炎的狀態 還有很多的疾病 是會有排毒 抗氧 還有 令到你的身體 有更多的Energy 還有 提升已經低下的 即是弱的 免疫系統的功能 OK 糟了 我真的說不完 太多話說 救命 是嗎 梁晴天 你說你的朋友六十幾歲 就是自製紅茶菌 長期喝 現在還在馬路上 標電單車 嗯 嗯 嗯 是啊 所以 紅茶菌是好東西 真的 所以你們不要嫌它的樣子 好嗎 其實它是好東西 其實真的不用教的 很簡單 好 對不起 我今天真的說不完 那我的澱粉要走路了 下個星期才說 紅茶菌 我可以找東西教你們做的 就是你買一個大的瓶 OK 然後用酒精噴乾淨它裡面 OK 然後呢 就煮一壺滾水 下茶葉 最好不要茶包 茶葉是好一點的 然後呢 就隔著茶葉 倒大量的砂糖進去 你叫我教你煮東西 你會不會崩潰 因為我個人是沒有份量的 很簡單 你試吧 你不試 你現在相信你自己的舌頭 你相信那個Recipe 然後呢 就把它放涼了 你不要熱下去 那些菌霧馬馬上死了 你就放菌霧 還有放這些舊的紅茶菌液 在裡面 倒一些新的下去 好了 搞定了 接著呢 就包 砍它一邊 不用理會 接著呢 隔幾天呢 你就會看到它呢 表面就鋪了 這個白色 這樣 即是新的菌霧又生出來了 這樣 那你下次 譬如我 說三個星期左右 我覺得 因為我想它沒有糖 那我擠它出來之後 那我不會擠到盡的 我會留下可能 20%這樣 這樣 接著呢 我就不用消毒了 因為為什麼呢 這個裡面基本上 沒有細菌可以滋生 這個太酸了 那我就再煮一煮新的 再倒下去再蓋 如是者 不斷這樣 rep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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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那如果你們在香港 你們是想要 我的紅茶菌的話 不可以用Sevia 紅茶菌不生酮 它一定不可以生酮 麵包那些酵母 一樣不可以生酮 它是要 它是要糖的 發酵的東西也是需要糖 如果你們在香港 你們是想試的話 你 send message 給我 ok 那 我一枝枝仔賣給你們 你來銅鑼灣 你來銅鑼灣交手 ok 因為我不知道找哪間快遞 可以 send 給你們 ok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